当然当然 我们紧尊饭老师的教会 我们就不再问这个问题了 莉莉 给你个问题 因为我的笑容甜美 你可以为我降低身高10公分吗 因为我只有1米65 但是你VCR里要1米75 我做不到 应该不可以吧 因为 看起来就是太不协调了 我的你傻呀 这么可爱的姑娘啊 身高就那么重要吗 又收掉一盏 好了 莉莉来 灭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完全不能够接受与公婆住在一起 坚决不行 OK 这是必须要的吗 对 一薇可以接受吗 我就是对这个没有特别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还是应该有两个人的个人空间 但是就是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们俩在一起的话 就是关系比较稳定了 你能接受你的妈妈和我爸爸妈妈住一起吗 接受 全部18个女生都被你的身高打败了 只剩下一个一位仍然在坚挺着 当然她从一开始都在非常高兴地笑着 现在进入到男生有话说 你现在有什么要问她的吗 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吧 你能接受跟我母亲同住吗 因为我还有一个哥哥 你介不介意 将来分家产的话全部分给她 不介意 站在我身边这位一直要我仰头 看你的张大宇先生 你会把一位的灯灭掉吗 如果要你自主选择的话 不会吧 好 最后一关 幸福爱选一 现在呢 一位 你不会被灭灯 所以呢 我要请你到舞台上来 另外 张大宇 你要把你的心动女孩也请到舞台上来 10号 10号 刘珊珊你是她的心动女孩 所以也请你到舞台上来 我们先在她身边站一站 这样可以略微感受一下 当然了 张大宇也可以感受一下 OK 现在呢 我们有关于家庭理念 情感理念 消费理念和生活理念 四个方面的问题 你要问哪个方面的问题 你告诉我 家庭吧 家庭理念 好 这里有五个问题 你要问他们哪一个 第四个吧 第四个 婚后 你会要求老公 把工资全额上交吗 这是一定要的呀 然后我会给你零花钱 你怎么说 一部分吧 我花老公的钱很有幸福感 老公有能力让你花钱 你老公也应该会很有幸福感 幸福爱选一 张大宇 我现在给你解释一下规则 珊珊呢 是你的心动女孩 所以如果你选她的话 她是有权利拒绝你的 因为一直为你把灯留到了最后 你选她的话 她是没有权利拒绝你的 也就是说 你们会有一次 约会的可能 张大宇 选吧 选一号吧 选一号吧 你是真的蛮喜欢她的对吗 对啊 大宇 你觉得呢 她怎么样 挺好的 来 掌声送给她们吧 恭喜你们 刚看到她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很有孝心 因为她一直把她妈妈挂在口边 而我觉得就是有孝心 是一个男生最重要的品质 好了 有一个女孩被带走了 那么我们当然非常的高兴 姐妹至少在舞台上又找到一段 至少还不错的开始 然后我们欢迎今天的一号 后补女孩 欢迎你一会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姐妹们 亮灯 开墙 各位亲爱的电视人观众朋友们 也不要忘了继续给我们发送短信 您仍然可以有机会 跟我们来一起互动的 请各位参加到 躲威女性手机 爱让女人更美丽的短信互动 手机互动请编辑 冲关到1066988298 有机会迎娶的是 躲威S8风信子系列 赶快来参与吧 谢谢各位 好 现在呢 下一个男生闯关 第一轮 爱的开场牌 我们来看看 你们最想看到他哪个部分 云慧 你先来的 你决定吧 中间 中间 上半身 感觉身材不错 你怎么感觉得到 这是个解映而已 这是我们画上去的 上哪 我看的是这个 这是画上去的 那人哪 人在里面 所以我要问你先看哪个部分 上半身 上半身 好 先看中间 来 三 二 一 请看 放了一张大嘴唇 在自己的胸口 红色的T恤 我们可以让你们再看一个 还是要全部打开 玲玲 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他的肚脐眼 因为我不喜欢肚脐眼旁边长毛的男生 男生你愿意让他看吗 不愿意 四号小姐是吧 我告诉你吧 人体是有很多部位 也许会偶尔长点毛 不该长毛 你们长点毛 但是呢 这个就是你交朋友以后才能知道 现在一般人不再会告诉你 我也是这个意思 然后直接现在就问 你去相亲 两个人坐在咖啡馆 我先看一下你肚脐好不好 哎呦毛 那下次再联络好了 好了 我们直接看全貌了好吗 各位姐妹们 三 二 一 全部打开 来 欢迎四号男主角 OK 好 爱的开场白 来吧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然后你的爱情职业 大家好 我叫敖令 现在在林伯利家造型店 做职业造型师 那我想说 二十七岁的手 不仅能为你打造 青春亮丽的造型 还可以为你补学 优雅的人身旋律 来吧 属于我的专属天使 让我们一起牵手 射到江湖吧 第一轮爱的开场白 有人要灭灯吗 呃 三 二 一 选择 只留下了六盏灯 十二盏灯都灭了 我来问问大家 为什么要灭灯 灵灵干嘛要灭灯 我觉得我跟她 在走在路上的话 感觉像在牵着一个小孩 身高你觉得有问题 对 很有问题 你看太高的你又不行 矮了你又不喜欢 难怪你到现在 还没找到男朋友 你不会迁就人家一下吗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 如果遇到喜欢的 你会改变你的 或者降低你的标准吗 我喜欢的人不在台上 今天没来主持 你说的是沈涛 对啊 你爱她 是 我们欢迎五号男主角 沈涛 沈涛有人爱你啊 你丈母娘小心一点啊 他的身材四五比五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啊 我觉得这样在唐朝的话 应该帅哥级的我感觉 然后我身边很多的朋友 都是一流的造型师 我觉得他们打扮都蛮fashion的 可是我觉得你的打扮 有一个字来形容 土 有很土吗你感觉 有点 那你可以消息 有一下哪里有土吗 我可以好 回去可以改进一下哦 我觉得 整套打扮看起来 没有什么质感 其实我觉得 曾经有人说过 我是外朝男的 刚刚谁又突然把灯灭掉 现在只剩下五盏灯了 泥泥灭掉 好 挑战第二关 试者了解你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国贝实验的 敖令 那 今年有27岁 那在林波市 一位很专注的造型师 那我可能个人进去爱好呢 有很多啊 有音乐 有桌球 还有很多 还有表演 以及还有模仿 还有很多一些 很专注 艺术的东西 本人除了一个 非常好听的 中文名的 奥林以外呢 那还有一个 英文名 叫 Derry 其实就是大胃的意思 就比较能吃哦 还有一个 韩国名字叫 菜善 就是经常会感觉到 哎呀这个菜真的很咸 还有一个 非常著名的 俄罗斯名字 Pachi Novski 什么就是 Pachi Novski 就是一个 比较特别会 在家里会 看女孩的一些 大男孩 现在你们的观众 好 给你们一些提问题的空间 有非常可爱 笑容的Lily 因为你是做造型的嘛 平时身边会有 很多很多漂亮的美女 你会跟他们有暧昧吗 顾客之间 没有 没有 或者有顾客 向你留电话 向你发表暧昧 那我经常的话 明天也有发 但是也会有啊 也会有 对我就是说 有那种暗示的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个人比较理智 就是说 如果说我不喜欢 或者我没有感觉的 我不会去 跟她暧昧 会去做得很了断的 那种感觉 我不会像 偶断思念那种感觉的 那你请问一下 你是什么星座的 我是水瓶 水瓶 好 谢谢 好 在我问最后一位 亮灯女孩之前 珊珊一直在冲我招手 珊珊 我想说一下我的灭灯理由 你好好的一个中国人 取那么多外国名字 干什么呀 而且取了这个 什么韩国 要取俄罗斯 我觉得你现在 最缺一个日本名字 叫做肚子太原狼 其实我觉得 我说了那么多一些介绍 就是体现一下 我个人的一些幽默细胞而已了 没有别的太多的意思 谢谢 我个人认为 一个人给自己 取太多的名字的话 是一种